今年是卖甜瓜的第五年了 以往是我们两个人来的 今年不一样 带着老丈人一起来的 因为爸刚做完手术不适合干活 所以没让他打包 这两天他看着我们特别忙 也是干着急 觉得发挥不了他的价值 今天终于给他找到了一个好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帮忙的阿姨姐姐们忙碌一早上 我们都是现场给他们接清工资 爸 你和姨把数量比清楚啊 对对对 数清楚啊 对对对 给他整个算 不要给人家扫散了 对对 不会扫散的 不会扫散的 三十 再加七个 爸 刚刚这两个姐姐的数完了 数完了 数完了 就是五金装的 一件是五脚钳 九金装的一件是八九千 你看算一下 付多少钱 告诉我就行 我直接付钱 爸 总共是多少钱 总共是315块钱 好 这款钱下来了 爸又在看这个记账本来 爸 嗯 你们算一下 今天 我们总共给那些打包的人发工资发了多少钱 将近一千块钱的 每天发工资的发一千多块钱钱 对啊 因为我们订单量比较大嘛 这两天你看一下 每天发货都要发将近两千件左右呢 今天的货也马上也发完了 我爸又给他拿了一个瓜 吃一吃啊 切开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这个瓜是正宗的小紫田瓜 是个老品种了 种植了好多年了 三十几年了 我爸来到这边呢 也是特别喜欢吃 每天没事也就都品尝着了 看 这两天成熟度特别的高 果肉也特别的软糯 汁水也充足 嗯 很甜哦 爸 嗯 嘴风有多有甜 嗯 而且 咱们这个瓜是很新鲜的甜瓜哟 真的吃的非常不错 很好的一个新鲜印记水果 大家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尝一尝